哎呀 这生世太耗大了呀 难遇无数世家豪门 耗尽家族之力 只未能败入天门 一飞冲天 极深难遇 顶极势力 这些世家 今晚都注定是我李家的陪衬 哎呦 那是那是 李少今晚过后 李家就将全世掏天 无人能及了呀 到时候 你可别忘了 我们家明雪 啊 哈哈 李元坊 其他的事情我不管 但你答应我治好一的事 你别忘了 哎呀 在李少变前 不准听 哈哈 五千万的投资 可就麻烦李少了 哈哈 哎呀 李少能看上 那是你的福气 还不赶快 谢谢李少 我 谢谢不用 我已经定下了酒店的总统套房 大典之后 你跟我走 只要把本少爷伺候叔父了 什么五千万投资五个亿 我一句话有的是人双手奉势 是是是多谢李少 多谢李少 明雪啊 马上就要成为李少的小妾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伺候李少 那也是理所丁当的 说的不错 走吧 走啊 离少 哎呀你呀 离少 离少 敏雪 这是云州三大世家的寿主 离少客气了 今日之后 我们只能仰仗您呢 是啊 离少 可别忘了照顾兄弟几个呀 你姐姐倒是值得我钦佩 但你 还不够 今日我周风云定然也能败入天门 周家 也定能因我一飞冲天 今天之后 你们恐怕都不知道我姐姐已经为我求得拜世天门公主的机会 拜世天门公主 你们只有乖乖跪着的范儿 凌天 你个垃圾来这儿干什么 我姐不是已经跟你退婚了吗 难道你贼心不死 小的这里闹尸 你姐那种货色 我没信 滚开 我是来着凌雪 凌天你 你这混蛋 你来干什么 你当年害我女儿 害的还不够惨啊 什么 凌天 你和花明雪 你就是那个 的爹啊 敢说我的女儿是 一个蝼蚁 是想死吗 我是蝼蚁 凌天你真是狗胆包天啊 你信不信我现在就弄死 在这个世界 还没人可以弄死 你个废物很嚣张啊 怎么 花明雪是你的女人 那我就当着你的面 玩你的女人 奈我何 想要你的那个女儿活命 就乖乖听我的话 看清了吗 废物 老子当着你的面 欺负你的女人 你能把我怎么样啊 些年以来 从来没有人敢对本尊不敬 人当本尊今日不敢灭了你 你你你你这个废物东西 你赶快放开铃烧我你啊 凌天 你别冲动 你家太可怕了 我们忍不起的 吓闭 等我 我